他們學的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 跟我要求的 他本來學了大提琴之後 雖然他很抗拒 每天要練 但是他還是 還是已經習慣性的 會去拉 然後最近 他又跟我多一個要求 就是說 他想要學Guitar 因為他就可以自彈自唱 他在講這些過程 他自己很興奮 因為他很開心 媽媽 他很開心 驕傲 他很驕傲 你看我孩子 很多我覺得 父母親會用這種方向 去給孩子做一些學習 像他就會跟我說 他們以後一定是 所以他覺得 他要有一個正直的職業 然後他會烹飪 然後如果會唱歌 然後會插花 他也可以去教別人 你們家小孩子好早熟 對 我覺得你們兩個 都好可怕 其實我很羨慕 大家的小孩 都有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繼續學下去 有的時候 我們讓他們學的才藝 有些時候想一想 好像是爸爸媽媽的興趣 對 那時候要說服他們去學 或者說說服他們堅持下去 那真的是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一次 兩年前我女兒九歲 我就覺得 這女兒真的體力有夠爛的 那暑假 我幫你報名一個籃球營好了 開玩笑 他怎麼樣說都不想去 後來我就說 來 我幫你搬上開個團 哪一個同學也會去 哪一個同學也會去 好 他好不容易答應了 上了幾天 他說爸爸我好累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了 開玩笑 錢都繳了 也不能退了 我就說那這樣好了 現在爸爸開車 載你到門口 放你下去 然後讓你進去 這樣你可以省掉那段時間 然後你下午下課之後 你很累 對 我如果來接你 那種你很累的情況 我可以克服 他說他不要 後來我又另外協調了一個方式說 那這樣好了 爸爸騎腳踏車載你去 因為他覺得 你開車只能到門口放下他 他覺得 不夠近 不夠炫 那一堆人都在裡面打籃球 這時候爸爸騎著腳踏車 騎到球場旁邊 把他放下去 他就覺得這感覺上很威風 然後每天下午他下課的時候 我又去旁邊把他接回來 然後回到家 你的體能沒變好 你變好 你會對不對 氣象大致 我發現那個暑假 是我這輩子體能最好的一個 因為他體能沒有進步 我的體能倒是進步很多 是喔 其實剛才那個 籃球對孩子的體能 其實真的很有幫助 剛才陳醫師在講 我其實他一邊講 我一邊笑 今天我兒子也參加籃球 可是我也曾經說 我就載你去學校 然後讓你下車你就去 真的不用掃那一段自己的走路 他跟我說 爸爸不要這樣子 我體諒你 你連車都不要開 我反正我不要去上 那你也不用開車 我們大家都很省力 好貼心 後來我就找了 其他還有什麼的好玩的 其實對小男生來說 他希望能夠炫 能夠展現一些東西 我說有什麼東西 他看到電視上面人家的那個攀岩 他也很酷啊 爬上去 甚至他覺得那個人家爬到最高 好 很多人會慌乎 最後你可以 他就會人家幫你拉 讓你可以滑下來 對 他覺得那個是很棒的事情 好 我就讓他去 這件事情其實對孩子來說 有什麼樣的很大的好處 第一個當然他的手腳的力量 可以增強 現在孩子真的 你說坐車 大眾交通捷運系統 然後甚至學校裡面都有電梯 走路的時間減少了 所以你基本體能不夠 國外研究發現 其實他們會建議早上 小朋友不要送到學校門口 你應該送到前一個路口 讓他自己走進去 早上的精神會變好 專注力會提升 還有一個就是手的部分 現在很多 尤其小學生 寫功課耐力不夠 不想寫或字寫不漂亮 其實那個不是握筆姿勢的問題 而是小肌肉根本沒有提升 所以利用攀岩 手腳都用到了 身體也用到了 那這個核心肌群用到了 在上課的時候 當然可以坐著更久 坐著更挺 那其實老師看到他 會給他鼓勵 那變一個正向循環 孩子上課的表現 會越來越棒 那打麻將可不可以 打麻將 精細動作可以 打麻將可以訓練孩子的觸覺 手指的觸覺 我怎麼講到這裡 專家在這裡 專家在這裡 我們現在小孩子 全部要學打麻將 可以的 打麻將是個邏輯 開師的邏輯 跟夏威奇是一樣的 要鬥腦了 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的治療室裡面 真的有一副麻將 我們真的是刺激孩子的 手指頭的觸覺 真的很棒 我們曾經也玩過那個 試驅車 帶著孩子在現場去裝那些東西 都是一些精細動作的訓練 你講得很輕鬆啦 爸爸媽媽送孩子到門口 還要看到他走進去 還看到人影 進去了 還放心 誰放心 是孩子的安全環境 沒有那麼安全環境 所以父母親會很擔心 我們這個是兒子的 那因為我女兒 現在已經上國中 就是暑假要舒服 不然其實兩個人課程 其實也是差不多有點變化 好像和善很多 常常都在想說 你會想要投資小孩 讓他們就是從小培養 他們的第二專長 或者是興趣 或者知道他們的專 就是緣分在哪裡 可是我發現 往往最後真的是 錢都丟到水裡 然後他們到最後會喜歡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 可能驗收的成果 比如說 像我們家一定都有學鋼琴 因為爸爸也會唱歌 也是鋼琴在哪裡 對 可是爸爸是因為說 覺得樂器學鋼琴最好 因為你鋼琴 可以彈出所有的樂器 你的比如什麼鼓針喇叭 你全部都可以用鋼琴 變成那樣子的聲音 所以他們就一定要他學 然後就是女兒跟兒子 都一直有在學鋼琴 可是女兒就是 可能因為爸爸本身 就是製作人 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不敢讓爸爸教他們 因為爸爸就會覺得說 你是我小孩嗎 怎麼會彈這麼爛 然後可能就會怪我說 這是偷生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也壓力很大 就是女兒在學情 學了一段時間以後 有一天他跟爸爸說 他們學校要成果發表會 要找一樣才藝 然後他就想說 他有學鋼琴 他說那我就來 就是發表鋼琴好了 爸爸說不用太難的 你只要把它彈好 就算是小蜜蜂 小星星 你把它彈得好聽 也是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讓大家覺得 你很棒的歌曲 結果他光學那個小蜜蜂 小星星就 爸爸就在旁邊 就跟他彈下去 你到底在憂鬱什麼 那你現在右手彈 為什麼左手不彈呢 我女兒眼淚一直掉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掉到最後 我就說吃飯了 我也不敢講什麼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女兒就一直哭 你知道哭到 我覺得就是變成小孩 心理壓力太大 然後後來我就說 疼晚了 不要再彈了 所以後來到最後 我是發脾氣 因為平常他在管教小孩 我們比較不會互相干涉 如果我覺得他不好 我會私底下跟他講 可是那天我真的是太心疼了 我看我女兒哭成這樣 我都想要跟他一起哭了 後來我就跟他說 他不是你 你不要這樣子 結果我就默默 把我女兒領到房間裡面 去然後就睡覺安撫他 他起來眼睛跟核桃一樣 然後後來呢 我女兒就找了一個藉口 就說我上國中什麼 我現在開始課業很重 我不要再上鋼琴課了 所以之前的錢就廢掉了 然後後來兒子開始學了以後 變成我老公就變很小心 兒子在練琴的時候 絕對不敢讓爸爸看到 所以爸爸在家他不練琴 有一次他在練琴的時候 那個國娃老師竟然坐在門口 等到他練完 他才敢走進來 就是怕他說 他又忍不住會管教他 兒子還要躲在外面 兒子在台灣 女孩罵罵到哭 不是 他怕兒子也不學了 後來他發現小孩都不敢 在家都不練琴 因為他在家的時候 所以後來開始我就讓他上這些課 這些是目前有存活下來的 但之前學的都丟到水裡了 那我覺得英文課就是很重要 因為像我們出去玩 有時候都會覺得 溝通還滿重要的 就像剛剛你們說的 朱辛酸那些學了以後 小孩都覺得好無聊 他沒有興趣他就很難專心 而且真的計算機就按就好了 但是英文你不可能拿翻譯機 給人家看嘛 所以我覺得英文是一定要 一直學下去的語言 然後高爾夫當然就是爸爸的 就是爸爸的愛 最討厭的運動就是高爾夫球 我也是 就是最無聊的運動 對 就小孩也會覺得很無聊 但是高爾夫球你打到很好的時候 是會上癮的 你看打高爾夫球的人 都是得球 家庭都沒有幸福 所以你要把家庭都丟掉了 對 因為他打的時間太長了 然後他一直覺得說 爸爸就是遺憾太小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個家庭 跟那個阿嬤沒有那種嘗試 說要讓他學高爾夫球 然後他現在無私之通 打得也算是很好 就常常帶錢回家 然後所以 常常帶錢回家 就是一定要小抓一下 我今天打 然後回來分我 所以我還滿樂意就是 靠色為生嗎 就是加減補貼 然後我就覺得說高爾夫球 是爸爸喜歡 那爸爸覺得說 一開始還是要讓他去 給教練教 然後等到有基本功的時候 他再帶他下場打 然後打了一段時間以後 就是去年的暑假打完了以後 就開始大家下場 大家下場一次以後 我兒子就整個嚇到 你知道那個暑假有多熱嗎 真的 然後又在那邊晒 我陪他們一起去打 真的是18洞打不完 太晒了 而且一定要穿長袖穿長褲 不然會晒傷 對 然後打到大概15個洞的時候 我們還有開車 他就倒在椅子上 他說我沒有辦法了 不要再叫我打了 我說還有三洞 而且假日打很貴 我真的走不動了 後來就是默默的 一開始還滿喜歡打的 後來下場以後 完全嚇到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哦 我是非常來自然的 我知道 我是一個不動作 還有很多閥 我們會聽到 而且一定會有個朋友 吃 ANDREW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